我们现在在城海去吃一家 三点钟才开门的猪脚饭 我们去尝尝 是不是 没想到凌晨三点 现在这个城市都已经忙起来了 尤其是菜市场里面 你看看 全都是人了 真的好辛苦 找到了 这儿呢 我们要吃猪脚饭 这是 猪洞是吧 这猪脚饭怎么是这样子的 和我们之前在了龙江吃的猪脚饭 不一样 城海的猪脚饭都是带皮凍的 早上起来三点多就挤大锅 真的要蹲着吃 蹲着吃也是他们家的一个特色 8块钱 有肉有饭还有菜 它卤的有洞 冰冰凉凉 好吃 做这个豆的感觉 特别像我们在做鱼的时候 然后隔一天再吃 就会结了一层洞洞 好吃 这个份量我觉得我得三碗起了 这个份量我觉得我得三碗起了 好吃啊 嗯 城海的猪脚饭就比较甜一点 然后热腾腾的米饭 铺着上面那个 结了冻的猪肘 猪肘汤就化在了米饭里边 咱俩是外地的吗 就是感觉就是沟通吃起来比较麻烦 在家我脑子现在有点蒙 然后什么说话我也听不懂 就蒙不止 吃来吃去 对我这种爱吃肉的人来说 最悲惨的一点就是肉吃没了 饭生下来 再加点肉吧 都蹲在门口吃了 它这个猪脚是凉凉的 然后顶上裹了一层洞 让它这种冻的饭更香 应该大家蹲着吃也是为了速度快一点 吃完饭马上去干活了 真的是很好吃 好吃而且还便宜 皮冻慢慢已经融化到米饭里去了 米饭就变得油润油润的 碗是真的小 我看了他们蹲着吃 我自己也着急 然后我也想快点吃 我真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其实挺幸福的 从来没有说见过两三点钟的菜市场 我只是听说过他们很辛苦 两三点钟的时候就要起来干活 挺不容易的 然后我们这家还没睡 你也可能刚不完第一是不是 姜米浆起来我们都太幸福了 再要一碗吧 饭和肉都要 拼一下 真好吃 甜口了还是 人家弄得我吃起来不太腻 这早上说三点卖到几点 三点 三点到几点半 其实看起来还挺朴实物化的 四点斤的一点斤 上半是凉的 下半是热的 冰火两重天 米饭很香 我一向中按的就是这种一粒一粒的 你帮我去加一份肉 我又加三次了 我说不好意思 再加一份肉 早餐我就不吃了 现在是三点半 热闹上了 要肉就好 不要猪蹄了 猪蹄会影响我吃饭 你死完了 不赖你玩太小了 不赖我 它这个猪肉其实瘦肉还挺多的 没啥肥的 今天的体验就很棒 虽然我现在整个人都是懵懵懵的 多点赞就是我的饭 我们明天见 真爱生命 远离熬夜 吃完了好吃的潮山牛肉火锅 今天晚上我们去吃用潮山牛肉做的饺子 走 两份儿煎饭一个干捞 我再用一个炒果条 两个能吃这么多啊 吃得晚吃得晚 我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哇哦 他把这个果条都给我煎成大饼了 开到早上六点钟 那差不多二十四小时了 今天晚上突然产饺子了 但是我不敢叫他饺子 他长得不像饺子 多点多点 那个蒜 生蒜 对 生蒜 吃饺子一定要有蒜 炒果条 牛肉炒果条 谢谢 主角卡拉特佩 第一次煎饺子包成那个方形 煎饺子 好牛肉 牛肉挺大 没油了 我都吃到肉还是非常嫩的 煎饼一层串特别脆 我觉得这边的蒜都很温柔 辣 就没有那么辣 好吃 我觉得做的正好好的味道 不需要做太多的小味 光凭这个肉他就赢了 然后还带着那芹菜的香味 嗯 我们要两份煎饺真的不多 但是这个形状的饺子真的是不多 像钱包似的 好吃点 一面火大点好 特别脆 带着这辣酱 虽然是炸了 但是吃了两盘一袋不腻 算也没了 两盘饺子就没了 这是第三盘饺子捞干 这捞干上面撒了一层 沙茶 沙茶 不是就是饺子蘸沙茶 我就会觉得很奇怪 汁都很多 在潮汕真的是万能的沙茶酱 菜饺子也好吃 然后蘸牛肉也好吃 真的是 这一点不算啥 这一点芝士不算啥 我觉得这个饭就吃的很迷离 又很北方又很南方 三盘饺子没了 这菜多少个呀 这一盘八个 24个 24个 这种的干炒牛盒 底下都已经把我这个盒 变成了饼了 嗯 可是把这个牛盒炒的 水光光光的 哇 这个菜炒的好好吃 牛肉和鲫兰炒 特别特别嫩 果条切得很细 但是很厚实 我给你过去 咱们儿都是酱油的醋 嗯 咱们儿都是酱油的醋 这样搬上来还好吃 你可以试吃吃 我们北方过年吃饺子 我们潮汕过年吃啥 月宵吃这么多 是不是不太合理 今天就这样吧 过年轮就是我的朋友们 明天见 拜拜 我发现潮汕很多 没有装潢的店都是宝藏 今天我们去吃一个 藏在村子里的 卤水火锅 我也是带着一万个疑问 好香 我这闻着味儿过来的 不然我都找不着 不是 是那个味儿最好走 我感觉这鱼不错 以前就在门口 六祖畅文 这么大 这五块钱啊 五 不是啊 三十块 三十块 然后鹅肝 好 要四条 五够在家 嗯 这这样才不会浪过 这个卤水是卤鹅的那个卤水吗 是 先洗碗 我觉得咱俩吃完这一锅浑身一锅卤蛋味 就是卤鹅的那个香味 我天哪 这是迷齿吗 我忘了问了煮多长时间了 你教我一下吧 要煮时间长我怕它不脆了 就收了 嗯 那得脆脆 我不敢 三秒就收了 三秒就到 三秒就收了 咯咯咯咯 等下 嗯 嗯 接接吃饭是吧 嗯 好好吃 好脆啊 所以是三上三下 嗯 刚刚我在吃这个鹅肠的时候 它一半咽也去了 然后一半还在上面 嗯 嗯 卤水牛肉 嗯 嗯 好吃 牛肉除了有奶香味 还有那个卤汁的味 很浓郁的卤汁味 哇 整条鹅肝 哇 那烟怎么老是当我镜头 嗯 这个鹅肠没有那个颗粒感 特别滑特别嫩 像豆腐似的 嗯 它没有味 没有达味 比什么法胜的都好吃 就这个汤涮鞋底的都好吃 它一整锅都是那个卤鹅的味 我真是恶心 哇 哇 能听到吗 恶心就有点像吃这个鹅肉的味道 后来这一个卤鹅货 真的不知道鹅有这么多好吃的 这是不是一根鹅肠就是一个鹅所有的肠了 三上三下 三上就这样 再涮两下吧 我还是不改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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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卤的幸福面好了 好甜 很咸 咸到了天际 卤的时间太长了 而且这个面本身就很稀塌 好像我被海水淹了一下 今天就这样吧 主点赞一说的发言我们明天见 拜拜